手游酷玩 大家好 我是来自手游酷玩的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游戏叫做摇摆英雄 这个游戏我还是玩了很多吧 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些我个人的一些小看法 首先这个游戏的可玩性非常高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游戏它本身就是有一种趣味性 就是它本身你无法预料到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走向 就比如说现在我如果松手 你信不信我还能弹回来 但是我不敢这么做 这位置也是我这个放手的位置有点不太对 然后这位置稍微往前挡一下放手 它就会一直蹦 蹦到这个圈其实有两种想法 第一种是继续往前蹦 第二种是直接挡过来抓这个绳子 然后直接松手就可以了 这个游戏可玩性这一点上 没什么可说的 这个可玩性十足 但是我个人认为可能有的人玩到一定地方就不会玩了 因为游戏本身其实你要说简单吧 其实也不算很简单 反正我个人玩到前面前面几关还好 就玩到后面上有的关卡也是过不太去 这个也不知道是我个人这个手残的问题 还是我手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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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第二点呢 就关于这个游戏极致的问题 其实这个游戏它中途加入很多小道具 就比如说这个风扇 大家看到了 我这时候落地 它就会给我处理过来 然后再落地 它还会给我处理过来 等会儿 这个位置我先问一问 这个游戏其实最需要的一点 我个人觉得并不是技术 而是大家的耐心 因为这种游戏呢 其实你要说难度嘛 也就是在后期 前期还是没有那么大难度的 大家前期只需要有耐心 然后就完全可以了 这位置位置完了 稍微松手 然后直接 直接挂在这个绳 然后直接冲锅重点 这个主要就是大家不要浪 我觉得你直接 把把拽住了一个绳 然后挑两位置就可以了 这位置又出现一个行道具 关于这个虎 这个虎如果你进去之后呢 它是一个炮弹 这个它会给你发射出去啊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个炮弹有好处有坏处 首先第一点 这个炮弹是 你进去之后它会转圈 转圈之后呢 等待你发射啊 这个不是它自动发射的 然后等待你发射呢 其实就有这么两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 你是自己想去哪去哪 第二个就是 它不会给你发射到 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啊 这位置直接 应该是冲过来了啊 这个差一点啊 吓我一跳 好像就打个表 这样打不上表就掉下去了啊 这地方新出一个洞 它会从这个黑框的洞进去 紫框的洞进去 然后从白框的这个洞传出来 相反一然啊 也可以 这位置直接传过去之后 落下来 然后从这地方传上去 然后哎完了 这个有点尴尬了啊 有点尴尬 然后这位置应该是 直接发射到这个洞里 然后弹下来之后 稍微还是稍微等待一下啊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神啊 肯定得换 因为这个神 这个神 要是不换的话 它会一直弹 然后由于它这个弹力太大了 所以说有的地方 大家控制不太好 所以说有的时候 该换神就换神 这个不要犹豫啊 这个游戏 其实我个人觉得 没什么可犹豫的地方 这位置 大家可以看这个 这个又出现一个新道具啊 这个道具设定还是比较多的 那本期视频呢 到这儿啊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带这个游戏呢 叫做摇摆英雄啊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块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块的 其他游戏视频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